牛奶为什么就不让带 不好意思先生 根据民航局的规定 液体一律不准带上飞机 电影人在囧途中 乡下人牛梗 带牛奶想登机却被拦阻 他二话不说 迅速喝下好几公升的牛奶 令所有人看傻眼 但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种人 安徽一位大爷 带散装白酒搭火车 被车站安检员查到 他不想浪费酒 竟然一口气喝完 46度的烈酒一饮而尽 酒是喝完了 但大爷也瘫坐在椅子上 大爷血压飙高 醉到不省人事 还错过原本要搭的车次 酒前火车票钱是小 要是因为短时间喝烈酒伤了身 才真是得不偿失 记者综合报道 不想劝提让家人带回去 你不想劝提让家人带回去 我还能带点